Hello大家好 我是基董 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一点王台吗 今天刚好是第十天 今天在这里挂王台 我爸在这里挂王台 还是老规矩 他来操作 我来讲解 这个槽皮是我五天前就把它整理到 这个中间来了的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这样等一下放这个死隔板的时候 把这里隔成两箱 这个蜜蜂就不会 到时候会不会偏潮 会集中 还是会集中在这一块 你如果说你 现在还是在一边的话 你还要提到这边来的话 到时候就怕这边的蜜蜂 又回来了 回到这一边了 使两边的蜜蜂不均匀 现在我们把这个死隔板放下去 这个死隔板一定要注意 这个两头要不能留缝 还有这个槽门 槽门一定要和这块死隔板 这个槽门要和这块死隔板 一定要顶住 敲紧 敲紧一点 这个挂王胎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槽皮上 那个 供风急躁的王胎 要把它清理掉 看一下有没有 有的话要把它清理掉 我们今天是下面挂两个王胎 上面挂一个王胎 机箱上面挂一个王胎 总共是三个王胎 下面这四张纸皮 尽量就是一张封盖的纸皮 加一张软皮 是最好 我这下面是五张纸皮 我们还提了一张纸皮上来 等下放在迹象里面 有纸皮在的话 这个封丸的成功率还是会高一点 这个王胎你就按在这个纸皮上就可以了 这个头要朝下 我们再在上面挂一个 上面机箱的密封进出 就从这里进出 这一项王胎就挂完了 这个王胎挂好之后 为了提高这个 这个封丸的成功率 这种双丸群 像这种双丸群 在中间 可以用一块砖头把它隔开 两边还可以标上这种颜色 区分一下 这样封丸回潮的时候 第一个它有利于它辨别它一个方向 这个砖头隔在这里 也让它别让它创门了 这样飞着飞着飞到这边 它爬爬就爬到这个门过来了 这样有一定的几率 可以提升这个封丸的一个成功率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能点赞 转发 评论 好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